有久不久 着火了 着火了 快来烫火呀 快 快起来快起来 着火了 着火了 着火里 着火快进去 你 так好了 着火啊 着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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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啥 停火了 起火了 找火了 请回来 找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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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你又要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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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 都能找我了 快 快 大家快走 我都不放心你啊 各位没有要找我 副部长 你看那儿 同志大家 先收岗位 绝不能擅自离岗 提高警惕 绝不能让敌人得伤 去 是 众教 众教 找找 使劲找 找找 找 使劲找 找 你干啥呢 我 我上茅房啊 上茅房你拿瓶子干什么 没有 这后院的火是你放的 你胡说什么呀 怎么可能是我放的 这不可能是你放的 你拿煤油瓶子干什么 告诉你 凤娇 这事你瞒不住 你就是帮 贺无能在搞破坏 你别以为我老师 什么都不知道 那贺无能在他们家地窖里 修了一条通道 通到他们家地窖里 那就是为了你们俩 鬼魂方面 你真以为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 真以为我不知道 朱老大 看来这事是瞒不过你了 我说话跟你说吧 这火 就是我放的 我是在帮 贺无能他们搞破坏 你能不能替我保密 不要跟外人说 门都没有 我替你保密 你的坏女人 你这么多年你蒙骗我 你现在还搞破坏 走 你给我去见政府 走 你干嘛 你给我走 你别拉我 你给我去见政府 走 你坏女人 你给我走 你别拉我 你给我走 走 朱老大 朱老大 你没事吧 这可不怨我呀 你这可不能怨我呀 倒立 投立 遭迥 这可不 Eller Thos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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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ifest 这俩兄弟们往死里倒 把手里倒都拿出来往里撇 别伤着我大主角 不能 我都安装好了 对吗 把手里倒往里撇 快点 往里撇 把手里倒往里撇 陆书院 你们受伤啊 陆书院 你们受伤啊 快 放开 干什么 干什么 别拯了 别拯了 咱们救人呐 快回去 踩着外人 快出去 我们都站了 他没打死 小朋友 你抢 快快起来 快快 大人家的 你救出来了 撤 大人家出来 撤 撤 快点 快点 你车上打得奇怪了 人怎么说跑就跑了呢 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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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哎呀 跑 跑 啊 你们俩怎么来了 哎呀 跑啊 你不知道 你们跑了 那共产党来的要不得收拾我们 我们不能在家等死了 对呀 我们得跟你们一块儿跑啊 千万不能让保虎子知道 我不是他儿子 大家全都死了知道吗 明白明白明白 把他们叫的来 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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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爹的救命之恩 儿子无以回报 脑袋被驴踢了 爹救儿子 天经地义 起来 爹 没伤着哪儿吧 没有 大人没伤着 好 没伤着就好啊 兄弟们 赶紧撤了啊 快 走 等等我 谁 等等我 等等我 你哥 你咋跟着了 大金 你不是让我放火吗 我刚刚放完了火 就被铸铁匠发现了 我就打倒了铸铁匠 我就跟着他们两个跑过来了 你这个臭铁匠又打我哥你 你 我不是故意的 我 他拉着我不放啊 他还要拉着我去政府 我一着急我砸了他 打成啥样啊 没打死吧 没没没 没打死 那个 他 他脑袋出了点血 好像有点昏 你是个臭铁匠 我不注意的 你就是故意的 我 我还不得一架打死你 别打死我 别打死我 你留我一条命吧 饶我一条命 我看着你帮我放火的份上 我饶你一条命 滚吧 我不想带着你走 你不带我走啊 宝子你不带我走我就死定了 等你哥一醒 他把这声一说 共产党就能要我的命啊 你带我走吧 我不管 我不带你走 袁宝吗 袁宝 你要带我走 你 我不管你 你不能不关我 你不能不关我 现在只有你能带我走了 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娘 我是你亲娘 你给我闭嘴 啥 你是他亲娘 爹 爹 爹你别听他瞎说 他怎么能是我亲娘 橘子是我亲娘 哎呀 你根本不知道孩子 橘子他不是你亲娘 我才是 我是 你闭嘴 闭嘴 你个败家娘们啊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行不行 没人相信你的鬼话 包胡子你听我说 这个事情要是这样的 那年 我生下元宝 然后就 哎 哎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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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上来 你看下打他干啥呀 爹 你 你刚才不是说要杀了他吗 我是替你开的枪啊 爹 我早就听说 他一直虐待你跟我大爷 快就打死他了 这是我嫂子呀 你打哪一枪把他打死呢你 爹 他 带着他也是累赘的 我看你怎么是疯了你 死地非九六 赶紧撤吧 快走 快走 你个小娃娃蛋 快点走 夫妻 干吗 爷 爷 颜某 颜某 我的儿啊 我的儿 爹 走 老陆 再监视一下 俊姨马上就到 没事 不是这么大伤 伤不伤的骨头啊 老陆 带你注意一下 快点 陆书记 终于运来的 陆书记 我来之前 咱们县大队刚刚结束一场战斗 伤练太多 麻药都已经用光了 没有麻药肯定会非常痛苦 你放心吧 我挺得住 那就赶紧动手术吧 好 拿东西给他咬上 好 哦 我要开始了 大家一块给他摁住 我 我签哥 子弹起出来了 伤到骨头没有 伤到骨头没有 还好 没有伤到骨头 老陆真是个爷们儿 老陆 好点没有 大叔 大叔 这都折腾大半夜了 我给你打了几个荷包蛋 我不饿啊 真不饿 不饿也得吃 你头上流了那么多血 你得补补营养 快 快趁热 赶紧吃了 我吃 我吃你看着 我这也不好意思张嘴呀 那 那你就给我一个 我陪你一块吃 我去拿碗 来 来 给我剥一个吧 两个吧 行 好 来 玉燕啊 你恨大叔吗 大叔 我怎么能恨你呢 你开始跟锁头要好的时候 大叔反对过 我知道 你看 你都知道了 我当时是咋想的呢 你们家呀 门槛太高了 你说我们一个打铁的 这门不当户不对 再有呢 再有就是 你讨厌大金牙 对 我不光是讨厌她 我恨她 我恨她 你说咱太平镇上的老百姓 有几个不恨她的 现在是知道了 她不是你亲爹 当年我就寻思 像玉燕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是大金牙的女儿呢 她生不出这样的好姑娘啊 她生不出这样的好姑娘啊 你说你 又懂事 聪明伶俐 多好 大叔 大叔 我有那么好吗 好 你真是个好闺女 别再咱不说 你刚跟索豆好的时候 我们家多穷 你也没嫌弃我索豆 你说这年头 有几个不嫌偏爱妇的 你做到了 所以大叔就觉得你好 你是个好姑娘 大叔 那您这么夸奖我 那我以后更得好好做了 不用不用 挺好了 已经挺好了 你笑啥呀 我笑啊 我笑左头啊 他就没像别人 就像你了大叔 太实惠了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人 要啥没啥 再不实惠点 还咋做人呢 快吃吧大叔 爹 左头 依依 爹 你没事吧 你小子 你咋才回来看你爹啊 来 喝点水吧 好 刚才手术的时候 你虽然没喊 可使了那么大的劲 嗓子肯定干了 再喝一口 醒了 怎么样 胳膊还疼吗 不过 你冬刀的时候强多了 我真没想到 你这么一个文弱书身 竟然会那么坚强 我今天算是开野界了 我还是头一回看见火辣人 我当时那心啊 揪揪的 我不是很想想帮你一个人的猪神 你才叫我 你也在这废权 我说你这废权 你也在这废权 你还在这废权 你也在那废权 你二叔还好理解 可是你那个娘 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为什么要到梁战后院去放火 还打了大叔 为了贺无能为 是 我抓到她的时候 她自己就说了 我抓到她的时候 你二叔还好理解 可是你那个娘 是替贺无能放火 其实很多事啊 我早就知道 我就不爱输 就因为她是你亲娘啊 所以这么多年 我都忍了 我不愿意和她吵架 我怕伤着你呀 爹 温 我娘她 死了 我们追途匪的时候 在溪沟那边的山里 发现了我娘的尸体 中枪死了 身上被打了好几枪 她 她该死了 真没想到包火灯能做出这种事 也太让人喊心了 全是当土被当的 一点良心都没有 你说你对她这么好 她怎么能翻脸呢 她的良心 都用在她儿子身上了 她那是好赖不分 那是什么儿子啊 那就是个伤天害理的灭状 可我怎么跟她说她都不停 她是不是对你有什么误会啊 误会什么呀 我都跟她说过了 让她准备好 三天之后我们正式澄清 她还有什么可误会的 你把这话都跟她说了 乔许长找我谈过了 我理解你们工作上的难处 那要是没这事了 你就真嫁给她了 说不起 以前她不管犯了多少错 我都能认 可我真没想到 她竟然 她竟然和金之眼 也能做出这种事来 可话说回来了 说出去的话 还能说回来吗 许总 你为我们的事业 什么都活得出去 我敬佩你 那是因为我看见了你们 我看见你们为了革命事业 连命都活得出去 我这算啥呀 这不是不用死人吗 可是我知道 这比死了还难受 我一直也没跟你讲过 我一直也没跟你讲过 其实我心里也不是个滋味 你要真跟宝虎子结婚了 我就觉得我的心里 像被掏空了一样 可是我也没法跟你说 我 我头一次觉得 在一件事情上 我是这么的无能为力 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呢 我认识你们快二十年了 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人 直率 真诚 怎么想就怎么说 心眼正 人也好 看你说的 还都是好的吧 对啊 也可能有缺点 反正我是看不出来 别看你有的时候 风风火火的 可你的心啊 还真是柔情似水 不说别的呢 就这么苦熬苦手的 等一个男人 等二十多年 这一般的女人 做不到 你别这么夸我了 要不是遇上你们这些人 特别是遇上你 可能我到现在 还是个受苦受难的女人 你知道吗 我在心里一直很感激你 你让我知道了 一个好男人 应该是一生正起的 而且你把我领上了一条 宽敞的 光明的大道 还教会了许多道理 你知道吗 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 我经常会想起你 每次想起你 我都觉得 像是冬天里 在太阳底下晒着一样 心里很暖和 我没想起你 知道吗 橘子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这心里很暖洋洋的 我经常在想 我经常想 为什么不早一点遇到你 不晚 一切都来得及 橘子 橘子 别哭 别难过 虽然我们很难很难 可是我们的心 还是碰到一起了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要是早点说的话 我心里哪至于这么变怯 我心里哪至于这么变怯 是我不好 我把自己扛不住的事 让你去扛 都怪我 别难过了 橘子 现在好了 都好了 我把自己扛不住的事 等革命胜利那天 咱俩结婚 一辈子在一块儿 好好过日子 永远不分开 老陆 我相信你 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信 你说的每一句话 许总 我送你个东西 这是我爱人牺牲以后 我离开凤田那会儿 我娘交给我的 她让我把她送给一个 心眼好 能跟我过一辈子的女人 橘子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女人 给我戴上吧 你帮我 陆书记 陆书记 干掉 陆书记 您伤口还疼吗 没事了 索头 你爹怎么样了 我爹 我爹没事 就是头破了 现在包上止住血了 陆书记 这次的事 我应该负全责 我没有很好的完成任务 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要说责任 在我身上 我已经觉察到 包护的情绪反常 可是我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 才发生了这件事情 现在这股土匪 有了贺元宝的介入 很难着想 只有武力剿灭了 陆书记 进山围剿的时候 我一定参加 那当然 你的地形熟啊 现在 任务这么严峻 咱俩的事儿 先放一放吧 什么事儿啊 陆书 那你跟陆书记说吧 陆书记 陆书记 刚才 手头爹跟我们俩说 让我们俩结婚 好事啊 可是陆书记 我觉得现在斗争这么严峻 哪有精力张罗这事啊 是不是 左头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要保持乐观的情绪 再说了 这事还不简单吗 你们俩去登个季 买点花生 买点糖 让同志们大家一起来热闹热闹 不就完了吗 这事交给我吧 我帮你们张罗 我看啊 这事明天就办 明天就办啊 明天就办啊 什么啊 要你命了 就听陆书记的 明天就办 好 那我一定服从 还是干娘说话好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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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是锁头和玉叶的大喜之日 咱们啊 不按老传统话 咱们也得搞点仪式 好 希望新娘转过身 好 好 新郎新娘转过来 向领导 向老爹 向同志们 来 鞠躬 好 好 新郎新娘 面对面站好 站好 向领导 互相鞠躬 好 好 好 行不行啊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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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都说不行 那就得重居一次 来 新郎新娘 互相鞠躬 好 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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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别让我给他们 少量狗辣 咱们还是请 索封丽业 你们俩大伙笑笑笑笑笑 好 报告 路数件 我们国民团正规部队 突然间进入我们这里 商机指示 你们立即转移 请商机放心 上车里 是 来 听我指示 法案准备文件 能带走不带走 带不走的就得消灰 群众公共的积极分子 我们也要带走 防止敌人报复 马上行动 半角尸以后撑离 走 走 走 鸭子 干什么呢还不走 我把你送我的镯子藏下来了 他对我来说太珍贵了 我怕带他身上不安全 走吧 橘子 现在对我来说 你是最珍贵的 千万保护好自己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一定要活下去 走 我爹死活不肯走 他说他不信我二叔会杀了 那我去献献他吧 不行 来不及了 橘子 你带着队伍赶紧走 走 机后局中队电后 掩护大部队撤离 好 我马上去 快 跟我说 好 兄弟们 快 带国军来之前 抓住共党干部 一共警察 快 快点 快点 电梁后边 后边跟上 好 电梁后边 快 跟我来 陆书记 陆书记 敌人追上来了 同志们 敌人追上来了 把梁包卸来做严谨 准备战斗 是 赶紧卸梁包吧 来 卸梁包咱家 快 快 上 给我命令 给我命令 凌击再打 打 快点快点快 停 停 爹 你看 这谁和谁打起来了 肯定是国民党的孩子 你要跟当地的土八路干起来 爹 咱们现在抄的后路 前后夹击要他命 这坏了 你娘肯定在里头呢 老二 跟兄弟们说 我一会儿打起来 千万得上了你嫂子 眼睛都瞪大点啊 好 丁平 看着点啊 走 曹局长 曹局长 停止一下 曹局长快来人哪 快跑 把车长送回去 好 别动 快 快 快 把车啊 快 快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快 快 快 你把掩护 留下来一颗队 快 快 快 别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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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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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帮助我们截获了太平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 各位 劳苦功高啊 据赫特派员介绍 各位 多年来与共产党水火不容 势不两立 并经常袭击共匪所辖之地 诸位 真乃我党国之基石 我代表东北搅公司令部任命 朱保虎为太平区保安团团长 我代表东北搅公司令部任命 朱保虎为太平区保安团团长 刘宝璐为太平区保安团副团长 白明里为太平区保安团副团长 编保才为太平区保安团参谋长 各位的顶头上司 就是党国的特派员贺元宝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听明白了 抓到的共产党干部怎么处理 你们自己决定 主要领导陆子锋不要杀了他 最好让他毁过自新 投靠党国 让他在全镇百姓的集会上 读他的毁过书 这将对共产党 在这个地区的土改工作 寓意致命的打击 各位 懂了吧 懂了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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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诸位 共产党终于被打跑了 我牵的风凉行又重见天日 今天晚上我在店里备下酒席 请各位财宗赏点 共同祝贺 太平镇又重见太平 好 但是 在共党期间 不来良战 打工的店员 一律赏 五块大洋 不 赏大洋 十块 好 所以我来来明天开业 开仓放粮 三日之内半价出售 以向民众欢心之一 好 停 路子峰啊 路子峰 你这是何苦啊 遭这个罪 人活着就得聪明 聪明了就不吃亏 什么共产党啊国民党啊 谁给你好处你跟谁干 你这都不懂啊 你的意思是 谁给骨头 就冲谁咬尾巴 这有什么不对呢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人 不是狗啊 狗 我叫的是 我叫的是 说 写不写我给我说 写不写 要写你写 大金雅 你要是不回我 老天爷都不饶你 我知道你扛打 好 我还真就怕把你打死 我给你用上一张 我这张用上了 你若是再不写回过书 我就扶你这八辈子 写 写天 你可遇到娘惦记死了 你惦记我吗 你这个死丫头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整夜的睡不着 我就担心你 就怕你出事啊 我现在回来就好 来 来 坐下 你要是真怕我出事 你去找大金雅 让他把我放了 什么大金雅 那不是你爹吗 不是我爹 你可没良心的 就算你不是我们生的 可我们没养你一回嘛 你从小到大 吃的 喝的 用的 穿的 每一样不是我们供给你的 你怎么一点良心都不讲呢你 我想讲良心 我也想回报你们的养育之恩 可你们做人做得太差了 灵魂肮脏人格低下 世间无耻的事都让你们干尽了 我没法毁报你 我甚至我想感激你们 我都感激不起来 那你就去死 我还不想死 我还想活得比你们都好 你要想过得比我们都好 那你就离开那些共产党 离开那个臭锁头 回到我们这个家来 当千金小姐 共产党是我的信仰 锁头是我的男人 我永远都不可能离开他们 你说你个女孩子家 你信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 花开花落 这一辈子荣华富贵 比什么都重要 鱼儿 你拿不拿我当娘那是你的事 我是真把你当亲女儿看的 你就听娘的一句话好不好 咱别出去下床了 咱在家里好好待着 哪也别去 什么都会有你的 鱼儿 行了 不想跟你说了 我饿了 去宫中哪儿吃的吧 好好好 只要你好好在家里待着 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啊 你等着 去 来 去 老陆 老陆 君子 大金鸭你给我拿在里面 你给我放手 安住 你怎么能把人打成锦呀 你怎么能把人打成锦呀 我 你 你把人打成锦呀 你 你 真没想到啊 这么几年过去了 你还这么有劲儿呢 还像小母牛似的 大金鸭 你放了他 你放了他 放了他 放了他可以呀 我本来也没想杀他 但是有个条件 只要他答应给我写悔过书 然后拿到广场上给老百姓念 我马上就放了他 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想死了这条心 可是我突然想出一个妙招来 我这招一用啊 新路的要不服软 哪才怪呢 你就做你的下雨梦去吧 有可能是梦 但是我会把这个梦 马上变成现实 新路的 我看你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女人呢 这么些年来啊 我知道你路子风心里一直装着一个女人 那就是橘子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就当着你的面 我就把她的衣服 扒光了 我让我的部下当着的面糟大大 我看你能不能撑得住 大金阳 你白皮里扔人皮 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 你不得好死 我不跟你说 我说不过你 你是教师 我给你来整个的 橘子啊 我从你年轻的时候就想你 一直想到今天 机会终于来了 我今天要大饱眼福了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 你除了这张漂亮的脸蛋 他身上长得什么样呢 大金阳 你个猛八蛋 混蛋出神 前大五零后 你放开了我吃你 你个混蛋 你还不我 你个混蛋 混蛋 混蛋 不着急 你个猛八蛋 猛八蛋 你个猛八蛋 别扣我 你个混蛋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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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猛八蛋 混蛋 你个猛八蛋 你个猛八蛋 我谁个猛八蛋 大金阳 你个猛八蛋 混蛋靠神 你怎么搞的我吃你 你个混蛋 混蛋 我谁个猛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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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猛八蛋 我 我 走吧 大金阳 你个猛八蛋 你个猛八蛋 我大金阳 我叫你狠 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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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的呀 你邪不邪啊 路子方 你邪不邪啊 大金阳 你这个畜生 你有母亲吗 你有老婆吗 你给我放手 你放开 放开 你给我放开 你给我放开 大金阳 你放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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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老婆 你写不写 大金阳 大金阳 你亲手不住 你干什么 大金阳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副探长 你怎么来了 我打死你 快 放开 不放开 你干什么 我怎么打的就是你 快 我怎么打死你 你个王八糟 我怎么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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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这么一枪 帮了你个王八糟 你信不信 行 行行行 好 这事我不管了 我交给你处置 我交给你处置 行不行 你给我听好了 你坏事干绝了 等着遭报应吧 我去吧 多吃一点啊 呦 元宝过来了 呦 大小姐都吃上了 来 元宝 坐下来一块吃 我还真有点饿 这样 我再给你们做一包饭 不用那么麻烦 你们先吃 先吃 我听抓你们的人说 昨天晚上你跟锁头拜堂成亲了 这你不对 你说你是我媳妇怎么能跟锁头拜堂成亲呢 别不要脸啊 谁是你媳妇 咱们两个人没拜过堂吗 我跟你拜过堂 拜堂那个新娘子 还真不是你 可你别忘了 谁知道不是你啊 不都以为是你啊 我告诉你 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 假的可以变成真的真的 也可以变成假的 这太平镇上的老百姓都以为你是我媳妇 你跟我拜堂了 你这辈子就是我媳妇 你别恶心啊 你再恶心我能把吃的饭都吐出来 你再恶心我能把吃的饭都吐出来 不想你啊 不想你啊 易颖 你怎么不说粪坑女的 尿啊 大便上的蛆啊 啊 在那一拱一拱的 一拱 这不更好的吗 哎哎哎哎 怎么了 你这拴呀 你这拴啊 你说你这个死元宝 他真是 他打小就是个毛病 吃饭头一说恶劲东西他就酷了 这不太先说我的吗 你给我滚啊 你给我滚 我就不滚了 不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先生 喝点水吧 喝点 我先走 陆组混干净了 当然 他哪儿比我干净了 心 他心怎么比我干净了 要不要我把心给你挖出来看看 找没找灰 找没找绿毛啊 你挖啊 你挖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我告诉你 包护子为你啥事都敢做 算了吧 你们土匪那套把戏 别带我跟青阳 你叫他 强盖 你不不不可以 了 你真想眼睁睁地看着我死 为什么呀 咱们二十多年的感情 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为啥呀 我保护的对你 你自己问问你自己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谁没有良心谁知道 你说我没有良心 你有良心 我怎么没有良心 我对你不好吗 好 你对我太好 好的我都不想活了 我十九岁的时候 我把生死给你 还给你生了儿子 你让我等我就等 一等就是二十多年 可我等来的是什么 我等来的是你对我没完没了的怀疑 我等来的是一个抽大烟 搞女人反复无常不讲信用 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男人 你这条对我好吗 你这条用良心吗 算了吧 算了吧 宝猴子 我说过了 过去的宝猴子已经死了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 是一个土匪 一个心狠手辣的土匪头子 原来我宝猴子在你心里这么坏 那你还答应三天后嫁给我 你骗我 我没骗你 我当时说的是真的 好 今天刚好第三天 那你嫁给我 那除非你把我弄死 那你还说你没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背叛了我 背叛了陆书记 背叛了共产党 你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我还能嫁给你吗 老猫 老猫 共产党真厉害 把你教得能说毁道 都怪我 句子 过去的咱们让它过去 全都没有发生过些 可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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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橘子 可能 橘子 你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你只要你答应嫁给我 我什么都听你的行不行 我什么都听你的橘子 好 你别再说了 我来得跟你说话 站住 站住 原宝你干什么呀 帅哥 我有句话跟他说的 你回避一下 嗯 你 我 这小脸儿伤了 有话你就说 玉燕 玉燕 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话 叫听天有命 可能你真的不喜欢她 甚至有点有心 可能你真的很喜欢她 也想跟她过一辈子 但是 但是 天不是这么规定的 你的命也不是这么规定的 你做不了索豆媳妇 只能做我贺元宝的媳妇 你想去吧你 这不用想啊 马上就能实现 玉燕 你好好准备准备 今天晚上 咱们两个就圆房 我看谁能拦得住 报告 进来 报告 那边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好好准备准备 今天啊 咱们两个也 你们俩把她给我看紧了 她要是跑了我拧掉你们两个的脑袋 是 我一会儿还会调两个搬来 前后院都给我摘下了 再有本 我看她能插翅飞了 爹 今天人真选 爹娘都在哪儿 爹 你找我什么 爹 你这怎么了 问你娘 你劝劝娘 娘 你怎么跟我爹闹成这样啊 啊 娘 你别叫我娘 我不是你娘 你看 那你不是我娘 谁是我娘啊 啊 娘 我知道我 不是 我王八蛋 但不管怎么说 我是你儿子这个事儿 改不了 是不是爹 啊 娘 我也知道你恨我 她不管怎么说我是吃着你的奶长大的 我悔啊 我作孽我 我卫大了一头狼 娘 狼也好 狼也罢 狼也罢 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儿子永远不会忘 我 娘 娘 你说这么多年 我爹他自己在山上东拓西藏呢 你带着我呢 在贺家 咱们忍气吞声过日子 这都为了什么呀 啊 不就是为了有一天 一家三口能够团圆吗 现在 现在这一天到了 娘 咱们一家三口可以在一起过日子吗 可 可是你有改变主意了 娘 娘 这是为什么 你离我远点 好 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啊 爹 爹你知道我娘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吗 就是因为那个姓陆的勾引我娘 娘 你说我爹 啊 他哪一点赶不上那姓陆的 你说我爹 我爹这一身侠气 杀父济贫产凶除恶 方圆百里你去问问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看陆子峰是个什么样的人 啊 他不就是个白面书生吗 一点男人味都没有 娘 你放着这样的男人你不喜欢 你却喜欢那个姓陆的 你说你 这不是鬼迷心窍了吗 啊 娘 娘你别生气 啊 娘你回来吧 你回到我爹身边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 过日子 甜甜蜜蜜 和和美美的 这得多让人羡慕 啊 是不是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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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跪下了 娘 我求你了 你回到我爹身边吧 咱们三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娘 娘 娘 你回来吧咱们在一起过日子 你也要好吗 妈 你少给我来这个人 我求你了 你这道本心 从小到大它玩过多少回了 你少给我来这道 娘 你怎么了娘 娘 我没有儿子 我没儿子 我儿子到死了 菊子你疯了是不是 刚才说我死了 现在说袁宝死了 我们俩算是你世上最亲的亲人了吧 你却盼着我们俩死 你心怎么这么狠呢你 你把那陆子峰那混蛋忘了吧 你回到我爹身边好不好 你把陆子峰那混蛋忘了 你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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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每次都活着 你别跑 我 过我的心死了 我的心死了 力儿 别说了 力儿 怎么劝你都没有用了是吧 非要往前路上走 好 我们就杀了一个陆子峰 爹 你杀 我宁愿和陆子峰一起去死 也不愿跟你们在一起一起过 娘 儿子虽然不孝 他你听我一句劝 你不能死 我爹他离不开你 你跟我爹一起过日子好不好 娘 我爹一想到你跟陆子峰好 他这心就像挣扎一样难受 我爹他是爱你的 他说了 我求你了 我可以跪下了 我求你了 娘 快起来来吧 爹 来人 把他都押上去 光头打到你 不要你们费劲 放开我 我自己走 爹 爹 你别难过 爹 我娘不要咱俩了 爹 我娘不要咱俩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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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苦命的爹 国民党 这次主要是沿着铁路线 进攻我们的根据地 他们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割断我们主力部队和根据地的联系 切断我们的补给线 然后寻找机会 即行决战 消灭我们 其实他们这个想法很幼稚 铁路沿线虽然有城有镇 但是它毕竟还是很担保 更广大的地区 是在远离铁路线的山区农村 只要我们发动起广大农村的群众 依靠他们的支持 国民党的这个想法 绝不能得逞 你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呀 报告 太平镇武装部部长 组组都来汇报情况 快 请他进来 是 李书记 郑内长 你辛苦了 李昊 郑内长 走到 宝 来来来 来 看看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郭叔 挺好的 宝啊 你看看 这扒铺扒盖呀 全是段子啊 这就对了 咱们家这么有钱 不享受留着干什么呀 就是啊 就是啊 叫共产党给我这么一折腾 我现在啊 是想开了 有钱啊 就得花呀 否则就落到那些穷棒子手里了 花 那也不能都折腾了啊 钱这个东西啊 还得细水长流啊 留给谁呀 机关和大部分的骨干都已经转移了 乔局长付了重伤 不过现在已经送到附近的部队医院去了 陆书记 我橘子肝鸟 还有玉岳同志 目前下落不明 我们这次损失都是土匪造成的 我们一定要惩罚这帮混蛋 现在的首要任务是 要搞清楚 陆书记他们这些人是不是还活着 如果已经被捕了 我们必须得想办法营救他们 索托同志 你先把总一出来同志安置好 然后我们再商量一下 看派谁到太平镇去进行侦查 是 难得呀 咱们一家人有时间聚在一起坐一坐 如今这世道啊 兵荒马乱的 说变就变呢 咱们贺家几达经营的粮行 不管世道怎么变 还要往下传呢 我和元宝已经商量好了 写了个契约 把千德峰的家产转到元宝的名下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这不是和你商量吗 你事先跟我说了吗 事先事后一样 瞪什么眼珠子 哎呀 贺无能 你长能耐了啊 这千德峰粮行是你的吗 你有什么权利 传给这个传给那个 我怎么没权利啊 我是不是千德峰的老板 我是不是贺家的一家之主啊 你煮个臭豆腐啊 你煮啊 千德峰是我爷爷我爹留下的 你只不过是个倒插门的姑娘 你有什么权煮啊 我今天救主了 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那我就把他撕了 你敢 你敢 哎呀 你小子 你也敢跟我喊啊 我有什么不敢跟你喊啊 我有什么不敢跟你喊啊 我爹是千德峰的一家之主 他把财产传给儿子 这不是常理吗 我倒想问问你了 千德峰不传给我 你想传给谁啊 传给我女儿 女儿是嫁出去的人 传给女儿就等于传给外星了 这太平镇 你去打听打听 哪有把家产传给女儿的 元宝是你的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凭什么把家产传给他 老婆子 你 怎么了 这话你可算是说到家了 看来你是从来没把我认作是你儿子 没关系啊 认与不认 我都姓赫 只要我姓赫 这家产就得传给我 我跟我爹嘛 都按了手 你也按吧 你也按吧 我不按 我就不按 不按 好 抱抱抱 别 别抱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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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人 不管当地她是你娘 谁是我娘吗 凤娇是我 凤娇都让我给打死了 凤娇都让我给打死了 我看谁敢不按 安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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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快点 哎哎哎哎哎 就化训了 开训了 开训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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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娘 娘 你这个怎么了 亲自啊 妈妈 你别说我请您妈妈说呀 咱娘俩啊 让人欺负死了 娘谁敢欺负您啊 你爹 你爹还有人抱我啊 这俩畜生啊 怎么了 他们俩欺负你干什么呀 他们两个预谋好了 欺负了齐悦 把咱们欺负的家产 都落到元宝的名头上了 什么 全落元宝名头上了 那 那一点都没给我留啊 没有啊 一点都没给你留啊 那他凭什么呀 我爹也太不讲理了 这元宝算哪颗葱啊 他不是宝虎子的儿子吗 他怎么能把家产都留给他呢 那我怎么办呀 他不是宝虎子的儿子 那他是谁的儿子 他是 你说呀 他是你爹 你爹和凤娇的儿子 他是我爹跟凤娇的儿子 这怎么可能啊 你坐哪儿 你听娘慢慢跟你说 娘 你慢慢说 你还记得二十年前 橘子和凤娇生孩子的 那个晚上 咱们后院找了一场火吗 我记得呀 一场火呀 是我找人放的 我再会 我更须老 给互负 成长会 糕 过去 我 这